这节课我们讲这个几何框架意识的建立 从这个字面上以来理解呢 也能够想象得到 就是说在画素写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这种框架意识的建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上一节的时候也讲到了 观察方法里边的几个核心的要点 一个是整体 一个是它的韵律 还有趋势 还有形状 那我们在这一节的这个几何框架 几何框架意识 几何框架 这个其实呢就是一种整体的一种体现 好 我们看图啊 好 还是在这个剪影 在这个剪影的一个形里边 在剪影的形里边 我们看啊 就是用这个红件呢 给它概括 什么叫概括呢 你看到处都是直线 没有 如果光看那个剪影的形 它外边你看这个头发 是吧 它能看到这种 非常明显的一些小的起伏变化 它是什么呢 它是局部 它是细节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什么 要讲的是几何框架 几何性 比如说像这个头部 啊 我们前面呢也讲过韵律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动态啊 一个动式 然后这一节呢 重点强调这个几何框架 也就是它的一个形状啊 你看这个头形 是吧 用几根线呢 给它概括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这个帽子 三角形 是吧 但是这一块呢 它没有这个体现出帽子 但是通过形呢 我能理解到 感觉到它这是一个帽子 是不是 然后身体的话 两根线 它这个背部呢 就下来了 然后包括底下这个脚 也是用一个几何啊 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几何的形状 多边形啊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 来概括 所以这种概括形式 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思路啊 整体的思路 我们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是一种整体观察的方法 就是说必须是能看到它最外面的 最大的这个形啊 能看到这个前提下呢 才能够去概括 才能够去画出它这个几何框架 然后再看这个第二个 好 你看前面呢 是一个东姿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坐姿 你看我们把它这个人物呢 构成了这么几个大块 是吧 光看剪影形 它这样的 但是我们在这块概括之后 你看它头 五边形 是吧 不规则的五边形 然后呢 肩膀 然后到这个呃 从后背啊 这块下来 臀部 然后再到这个前面膝盖 你看它像是一个什么形呢 像个锥形啊 像个锥形 就非常概括的 必须是看到了最外面的这个形状特征啊 注意这有个词 形状特征 形状特征 看到 你看 就是概括它这个 呃 概括它这个头部的时候 你看这个头顶这两个线段啊 和这个最底最最最最右边 这个脸前面的这个线段呢 它长度一样吗 不可能一样的啊 包括这个后脑勺这块这个鞋度和下巴 和这个下巴脚底下这个鞋度 他们你看这五边形 这个五个边的鞋度都不一样啊 每一个线段都不一样 长度鞋度角度都不一样 然后其实身体上也是一样 这个左边肩膀的鞋度 这么长 是吧 这个鞋度这么斜 右边呢 一点点忽略不计啊 然后这个左侧呢 是这样的一个鞋度 那右侧又是这样的一个鞋度 左侧呢 一根线下来 右侧呢 三个线段 是吧 这一节最长 这一节短一点 然后这个呢 是手臂了 你会发现这个多边形啊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身体 这个理解成一个多边形的话 你看每个线段 长度鞋度不一样 是不是 那它就是组合几个不同的线段 它就组合成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以和几何几何形啊 这个几何形 我们把它叫做人物的这个 就是把它叫做几何框架啊 把它叫几何框架 就是画这个人之前呢 首先要搭建这样的一个框架 那这个框架呢 直接决定着这个人物的这个动态啊 以及它的比例 对不对 包括它的头饰 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头这个线平平一点 那它头就扁了 是不是 身体呢 如果说这个高度和这个宽度的比例一出错 那它这个人物整体的比例就出错了 这是一个概括的思路啊 概括的思路 你必须看到最外面这个大的这种剪影形啊 里头所有细节全部看 只看外面大的这个剪影形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忽略小细节 只看大趋势啊 比如说这个斜度啊 这个边上这个胳膊 这个斜度 它是大的趋势是这样的 但是它还有变化 我们只去概括它重要的一些变化 好 这个就更简练 这个前面我们说过 你看这个伞呢 把它概括成一个锥形 是吧 四边形 那这个四边形呢 特别像个锥 然后它穿着大衣 然后它这个 你看这个下面呢 整个就是一个长方形 就是一个长方形 它也不是长方形 也不是方的 它是一个四边形啊 你看这个身体胸阔这块 非常非常正的一个五边形 头呢 也是啊 也是四边形 T形啊 这两个是T形 你看它的特征 这就是它的形状特征啊 这个人物 这个特点 你看我们常说的就是 就是有的人呢 这个头比较圆 有的人呢 头比较方啊 有的人呢 脸呢 说成这个圆脸 有的人说的是瓜子脸 尖 其实就是说的是它的特征 是吧 比如有的人 胖瘦 瘦的跟瘦猴一样啊 或者是有的人说胖 胖的皮球一样 这个其实都说的是它的几何特征啊 几何特征 那这个里边呢 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是不是啊 它这个趋势啊 这个扭动关系是这样的啊 扭动关系这样 你看我们在画的这个概括出这个特征的时候 几个几边形 它们概括 概括完之后 你看哪个长呢 这个线段最长 是不是 最长 然后这边 你看这个右侧呢 三条线段就下来了 左侧呢 这么多小变化 里头呢 它封成几个区域啊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都不一样 也可以是一个区域啊 也可以是两个区域 这就是一个几何框架啊 这些框架呢 其实 呃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 呃 一方面呢 是它的概括性质 概括性 啊 它是概括性的 就是忽略细节 抓整体的 另一方面呢 可以理解它成一种辅助线 啊 辅助 那实际中的人物呢 肯定是有很多变化 不可能这么直 但是我们画这么直呢 一是概括 二是 其实它是要做一个辅助线来用 你看这个 在这个真人图片上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啊 我们能看出 它这个头呢 偏方 啊 然后这个身体呢 也是一个 多边形啊 四五边形 你看这个腿呢 比较直 你看从这 一个斜度就能概括下来 虽然膝盖这 它有一些衣服上的起伏变化 这也是 但是它可以一根线 大的趋势 它是不变的 一根线给它拉下来 非常的简练啊 尤其是站姿里面 非常简练 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站姿 不同的站姿 穿的衣服不一样 它这种 出来的这种形状是不一样的啊 它多少 形状的多少 都不一样 应该是个腿啊 始终都是抓它最关键的部分 所以说这个几何框架呢 在这个不论是画素描 还是画素写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种 啊 就是比较抽象的 一种意识 这个非常重要 啊 这个呢 也是 你看它 越琐碎 蹲姿啊 人呢 就是说挤到一起的时候 四肢啊 还有这个身体啊 都挤到一起的时候 它这个这个这个形状呢 变化是非常多的啊 形状变化非常多 但是我们从这个里边能找到规律 你比如说这根线下来 它指到这个角 是吧 这个衣服到这下来 它这形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如果说整体看这个 身体的话 你看 这样一笔 两笔 然后到这下来三笔 然后到这过来 这是一个身体啊 胳膊上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整体的看 整体的里边呢 有小的形 小的里边还有更小的形 它这样的一个关键 一个一个 就是整体与局部的一种关系 啊 这个呢 也是 你看这种 当就是腿交叉的时候啊 或者是动姿啊 就是当遮挡特别多的时候 这种形的 就变得复杂了 所以说一般画的时候 我们是先画站姿啊 站姿相对比较简单 比较明确 坐姿呢 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啊 难度比较大 注意我们要在这儿讲的是这个 概括它的特征 你看通过这个身体 我们能干 能看出来 从你看两个肩膀的连线啊 左侧右侧 它连线 它特别像一个梯形啊 特别像一个梯形 这都是它特征啊 我们要抓住它特征 你看这个像什么 是吧 很像一个梯形 你看这个呢 它仍是舒展开的啊 相对这个形状呢 概括的就比较明显啊 概括的比较明显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露出来 这个隔着我底下露出来这个空啊 它也是一个形状啊 就是正形和负形的一个关系 包括你看小胳膊 它是什么样的形状 身体是什么样子啊 腿是什么样子 非常的丰富 但是前提 我们一定要去忽略细节 看它的趋势 看它的去向 你看这个腿啊 非常流畅 这个也是 就在这个上面 虽然我们没有去啊 在这个上面 没有去画它的趋势啊 这个人物的动态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 大的形啊 它的动态 动态线 大的动态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形 其次才是这些小的形状 但是呢 这些小的形状啊 这些不规则的这种几何形状 它拼接出来的位置关系 比如说这个头的位置呢 就在这个身体位置的靠右一点 是吧 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个形状 这个位置呢 就在裙子的位置的更靠 再靠右一点啊 然后裙子呢 就在身体靠左 然后这个腿呢 它又在裙子靠右一些 那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关系啊 其实讲来讲去呢 不论是这样去几何框架啊 还是说它的韵律 它其实关系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个呢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之后 其实你看 当没有啊 当没有前面这个框架作为这个参考的时候啊 一看这个图我们可能就会啊 这这这要是真画的话 怎么去画呢 是吧 这就开始迷茫了 然后稍后我们来进行啊 去动手画一下啊 如何去概括啊 这个概括呢 是呃 在这个学习速写之前的一个毕竟的一个阶段 必须要经历的啊 但是这个概括的方法其实可能还要经历两个阶段 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去搭建它的一个几何框架 到后面呢 还有具体的一个概括的一些方法 呃 我们来看这个怎么去在一张白纸上去画呢 首先我要观察了啊 首先记住几个步骤啊 记住几个步骤 呃 我现在用一个铅笔啊 四笔就是第一呢 就是这个写到这儿啊 写到这儿吧 第一呢 就是定位置 啊 定位置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你一旦定错了 呃 画的时候 它可能比例上就容易出问题啊 这个因为它是冬姿啊 我们画的是冬姿 所以说这个头呢 冬姿的时候 我们看啊 先看这个图啊 我们先看右边图 就是说这个最高点和最低点呢 它不是那么的瘦长啊 不是那么瘦高 所以说它这个高点呢 就定的要低一些 先定位置 这是第一步啊 你看 最下面呢 我们把它画这是手啊 然后这个右侧 这个是脚 然后左边啊 这是右边 你看 这个点和这个点的关系 这个定的准确吗 尽量的要准确啊 重量就是它尽量的让它这个高度和宽度的比例关系呢 要准确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干什么呢 拉长线定大型 就是哪些地方这种呃行呢 最好确定呢 首先就是呃 比如说这个肩膀啊 这个膝盖和这个后面的关系 轻轻的这样走 是吧 可以意识上意识上可以走 然后再一个呢 就这个 你看这个那个后背啊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 那这个定位置上下左右 这最大位置 还有它这个头型啊 头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啊 这个地方 是不是 好 那有了这个它就很容易了 咱们开始啊 概括 你要注意它这个方向啊 方向感 那么像画素描一样 这样去画啊 注意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训练它的概括 这种框架啊 概括框架训练这个 所以说呢 还是要注意这个转折啊 这个转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啊 以及这个线段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用铅笔啊 铅笔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头型 是不是 头型就出来了 你看 和我们在这个图片上面标志的呢 都非常接近啊 非常像 然后它们之间有个比例啊 这个形状和这个形状呢 有个比例关系啊 然后这个呢 非常长的一根线拉下来 对吧 到这儿 你看这个点在哪呢 哎 这个是关系 在这儿 你看我们定的它并不准啊 它还是有一定误差的 然后呢 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相比 它是短的 但是和这个线段相比呢 又好像比它长一点点啊 长一点点 然后下来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它小胳膊啊 小胳膊的那颗形 好 左右同时画啊 这块为什么呢 这么凸呢 它其实这儿还有个手啊 实际上它膝盖的里头啊 膝盖的里头 然后注意啊 这样它是背部呢 是弯着的啊 弯着的 注意它这个宽度啊 这个比例关系啊 好 然后再往下 这是同步了 同步画到同步 这个点呢 跟这个点去比较 是吧 这个定位置里边呢 包含大位置啊 大的位置 还有呢 小位置 这个小位置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更小的 比如说刚开始定的上下左右 然后再小位置呢 就是头的上下左右啊 包括到后面还有一些复杂的这种 胳膊的上下左右 身体的上下左右 都不一样 好 然后你看我们画的时候 我都是点和点去比较 是不是 然后这呢 它有一个线带过来 然后下来 你看这个脚的位置 要比手的位置要高 是吧 靠高 那说明它就对的 好 这个是斜进去 进去之后到哪了 冲过去之后 穿到这个 小胳膊中间位置了 这说明它这个 关系是对的 好 这个下来 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和离这边的宽度呢 基本相等 这个形呢 和靠 比这个形呢 靠上一点 这个时候就用到橡皮 我们所说的这个4B的印橡皮 你看它能擦得非常干净 好 你看这就是它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框架 这个里边呢 第一步定位置 位置定好之后呢 第二 长 直线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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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直线概括 它有的是长 长直线 像这个特别长 有的呢 短直线 是不是 然后在这个概括当中呢 呃 还有的方法呢 就是比较 比较观察 比较观察 当然这个观察里边呢 它有点和点 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你看我画这个头的时候 首先是我看到了 呃 头的这个形状 头 一二 一二 三四五六 六边形 啊 头的 这就是比 这是比较方法啊 写到这个地方 比较方法 第一点呢 是形状比较法 记住了 形状比较法 这个时候要求怎么样 要求我们的眼睛手块 就是眼睛力度非常的大 啊 眼睛呢 就是说这种 啊 眼睛的这种眼力呢 要求要 特别的敏锐 啊 要敏锐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这种 框架 这是第一个比较 你看 形状观察 我首先看到头形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啊 快速的几根线 然后帽子呢 像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身体呢 爬几根线过来 当然在换每一个线段的时候呢 线段比较法 就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啊 以及这个线段 还要做比较 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 就是线段比较 线段的 啊 线段比较 线段比较 那线段比较什么呢 比较两个部分 一个是长度 啊 一个呢 是斜度 啊 线段 那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的长度 比较 斜度比较 那还有第三个点是角度比较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角度 两个线段往一块 放呢 它能形成啊 不同的 角度大小啊 比如说这个下巴 它就偏尖啊 这个一领这个线和这个线呢 和这个角度就比较大 比较小 是吧 然后这个角度呢 它就比较大 大啊 它就 就是每个线段呢 这个线段比这个线段要长 是不是 那这个线段呢 比这个线段要缓一点 这个抖 是吧 然后这个线段 肯定比这个线段要陡一些 啊 它具体是朝着哪个方向 是不是 形状比较 线段比较 啊 角度比较 还有呢 点和点比较 点与点 比较 你看这里就演 演变出了很多观察和比较方法 啊 演变出很多观察和比较方法 你看什么意思啊 你看我为什么不刚才改了这个呢 就是说我这块 把这个 这个点和这个点比的时候 它是靠这个地方靠里边一些 是不是 靠里边一些 然后这个点呢 和这个点比较的话 这个又靠里边一些 是不是 然后这个点和这个点比 啊 这儿和这儿比 这个高 这个低 是不是 那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呢 也可以比较它的高低 是吧 这个呢 高一些 这个低一些 就说明这个角的前面 这个角的后面 啊 点和点比较 这里边呢 这个练习啊 很多的练习啊 这个这个它的量啊 我们可以大概的顾虑一下 就是说如果作为初学者去去这样这个概括这个框架的练习的话 可能需要个20 这50张啊 这个越多越好 这个没有坏处 它才能够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观察方法 比较方法给用上啊 如果说你光画不看 那画了100张也没有用 这是第一个啊 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我们再来把再来重复一下这个方法啊 再来重复一下方法 第一 先定位置啊 最高最低的点的位置 最高点 最低点 就上流天 下流地啊 最高点 最低点的一个位置 然后最左边 你看 因为它这个脸呢 朝右 是不是 我们把右边的空间呢 留的多一点 左边的空间呢 留少留 少留一些 轻轻的走啊 然后这个 左边啊 左边 好 这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 基本的高低啊 左右 然后它的头应该画多大呢 我们整体观察啊 整体观察 这样的 可以这么去测量 去比较 我们在这个速写里边呢 很少讲比例 因为比例的东西 它是一个 呃 就是比较变化的 变化的 所以说直观的去观察 形状和形状 直接观察 好 它的头 这是大的比例出来之后 然后 头的这个左右 上下左右 你看 它的头的宽度 它是偏 高度和宽度相比呢 比较瘦一些 啊 然后它的肩膀 是从这过来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一个 肘部啊 这个这个远处胳膊的一个肘部 好 这个地方才是它的手啊 手 大家能看出来啊 能看出来 这个手 它是在这里 好 然后这个 脚呢 是在这 那这个脚就太高了 稍微低一些 好 你看 就是这个点和点之间这种关系呢 就逐步的来具体了 啊 头这么大 然后这个同步呢 在这 那同步 这个关系和这个斜度 对不对 这个斜度 对不对 是吧 它都可以比 它都可以比较出来 好 然后这个形呢 到这 你看 是不是我们从这个上面 就是说 就能发现 你看这几个转折 啊 这个和这个 这个长度 可以比 啊 可以比 啊 可以比 好 脚 脚的上 那有了这个 我们再画 它相对呢 就 就更于 更更去 所以说这个 定这个点的时候 一定是全方位的点和点比 它相对下比较简单 当然它并不准确 啊 然后再下来概括它的形状 就有点的这种观察啊 就点和点的这种 位置的观察方法呢 直接变成了形状的观察方法 就是说 看这个头 我们直接看它的形状 啊 直接看它的形状 啊 直接看它的形状 能概括 就概括 是不是 能概括就要概括 啊 然后它这个肩膀呢 它在这过来 啊 概括 概括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是远处的胳膊 啊 当然我们在这个画的时候 现在呢 是 上面有这个 红线 作为一个辅助 所以说呢 它看起来更加的容易啊 当我们在 自己学习的过程中呢 可以啊 同样的就和我这个方法一样 先画这个 有红线的部分 啊 然后呢 后面再画这种 真人啊 它相对呢 更直接啊 更简单 我们现在这块 只画这个人物啊 先不画凳子 啊 这个脚呢 你看这个稍微低了一点 好 你看这个位置关系呢 它也错那么一点 你看这个顶上去之后 到哪了 它这个上面 啊 所以这个线段呢 有点 长啊 稍微往左边走 好 拉长线定大型啊 就里头呢 没有 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小的东西啊 都是一些比较明确的 特别明确的 大的一些概念 你看这个像不像个提形啊 这就是它这个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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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简练啊 非常简练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档子 然后这个过来 这个过来 这就是这个框架啊 一个框架的一个建立 框架 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一定在画速写的时候 一定是要先学会了 这个大框架的一个概括 那学会这个的前提呢 是什么 是要去整体观察 一定要看到全局 我们前面第一节呢 也讲了这个剪影 我们首先要看到它的一个趋势 大的趋势 大的形状特征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头是几边形呢 数过来 是吧 然后这个身体呢 它又是几边形 如果说它连起来 它是这个什么形状 是吧 然后呢 包括这个地方 这个是连接起来 它又是什么形状 就是通过这些比较 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个夹角可以做比较 就这个夹角可以做比较 然后你看这个夹角呢 也可以做比较 这个夹角也可以 就是这些角和角的关系 角度关系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角度关系 然后包括这个 以及这个大的角 它这些关系 就是它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之间 它形成了多大的一个角 然后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 它又形成了多大的一个角 包括这儿 这都是我们需要比较的地方 需要比较的地方 就是角度和角度比 当然我这个就不写了 这个就不写了 主要是看一下怎么去画 主要是看怎么画 这个大家需要多练 需要去多练